2013花莲森巴嘉年华活动 上个周末在花莲市金三角商圈热闹登场 结合了森巴女郎、古队、大型艺术偶、主题花车等游行队伍 参与的民众不分年龄层一起舞动青春与活力 透过镜头带您去看看 热情的森巴女郎、青春洋溢的森巴古队 大型的艺术偶、熊猫和美女等25只精心打扮的队伍 随着音乐一起舞动花莲 花莲市长田志轩集结社团、学校及原住民部落一起走上街头 透过游行勇敢地表现自己 散播欢乐与活力 最主要是呈现我们花莲市健康、活力、热情的一面 也呈现了我们地方主要的原民风 带动我们花莲所有的乡亲朋友们一起大家动起来 鼓动青春展现活力 这对我们花莲的一些乡亲们很大的福利 花莲市中校博校也透过这个机会 以猫头鹰大型巨偶和补队 展现学校成立二手玩具物流中心的名言 成立了猫头鹰这样的一个森巴补队 主要是传达学生能够爱物习物 然后二手玩具再造 然后会想给花莲县的各个国小 边临西畔的民生社区则是制作出40高的绿色仓路花车 希望大家重视溪流生态 爱顾资源环境 它在那边觅食的话就有很丰富 所以我们要静溪让那个溪 溪边的水量比较干净 生态维持比较好 大型的采接活动吸引许多民众观看拍照 以实际参与的行动感受现场欢乐的气氛 活动中虽然下起一阵一阵的雨 但游行队伍不受影响走完全程 展现出属于花莲圆的毅力与活力 新唐亚太电视洪国顺张力 台湾花莲采访报导